大家好,我是永诗老师 今天是大年初三 我要用精油直觉卡来带领你 怎么样找到今年工作上的好祝福呢? 你可以看着荧幕当中的四张牌卡 心里想着今年的工作 为今年的工作选一个数字 或者是凭你的直觉挑一张卡 怎么样给工作上的好祝福呢? 选好了吗? 选一号的伙伴是绿薄荷创造性的表达 今年要得到工作上的好祝福 可以着重在如何好好的表达跟呈现 可以是自己的外在穿着说话的方式 或者是文字上的沟通 也可以是因应工作的内容 对外呈现的一种表达方式 表达就是一种沟通 今年请尝试不一样的 具有创造性的表达跟技巧 或者是表达的内容咯 选二号的伙伴是 今年要得到工作上的好祝福 需要有明确的意图跟目标 带着勇气迈向未知 所以可以设定 今年在工作上想要完成什么 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但要先厘清 这个目标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更具体的设定 而非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 选三号的伙伴是 田城 机会 丰盛 今年要得到工作上的好祝福 就是要把握机会 但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平常的基本功要扎实的做好 甚至可以拓展领域多多的学习 留意身边的不同机会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选四号的伙伴是 雪松 积极 连结 今年要得到工作上的好祝福 就是要更积极主动 而且要拓展连结 不是只有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 而是要更积极的去展现自己的热情 并且可以连结身边的人事物 让工作向外开展 当然你还可以选择排卡对应的精油 特别可以作为工作时的熏香 或者是调合成按摩油 随身攜带 这就是我透过精油直觉卡 带领大家进行的一个 给工作的好祝福的一个活动 欢迎对排卡有兴趣的伙伴 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一直分享排卡的运用 我是永世老师 我们下次线上见